坐了门 光了窗 醒了灯 你让那个时候 你让那个司机在底下接着他 给他安排一下 你走吧 真的 家人们可以吗 我们直播聊一会儿 我让那个司机他们去安排一下 大宝 我觉得 我不想再说了 家人们 好吧 好 家人们打正能量 去吧去吧 堂堂 是堂堂 事情真不是你想这样 一会儿坐着地方关门了 一会儿住的地方关门了 我行李还没拿 哥 我行李还没拿 给你拿 给你拿 我自己 我行李 堂堂 是吧 你自己考虑 有钱难买 人愿意 吃亏也罢 占便宜也罢 你自己都得承受 别的我也帮不了你 不过话说回来 但凡你有什么事啊 你就想 不管你身边有谁没谁 特别这小峰在不在 你堂哥在你身边 知道吧 有啥事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也行 喊我一声 嗷嗷一嗓子你试试 我没有想怎么 我就不想理他 就是离 我就离他远点就行了 我 远点 我就离他远点就行了 我也 哎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又觉得把所有东西都收回来 太残忍了 然后就没有给他 没有给他生意留一条活路 但是吧 我一想到他做这些事 我又很生气 但是你让我去 哎呀 我又想算了吧 得饶人出 且饶人 你看他连件衣服都买不起 就是我们都穿这么暖和 他今天穿那么少 家人们我是 我是觉得挺可怜的 算了 我就 我不听了 我再听一会儿 我估计 我得让你给我感化了 我跟你说 真的 那口气 我现在还没消呢 你别给我说了 我不说了 我快把你感化了 是吧 家人们 我快把我哥感化了 是不是我说的有道理啊 啊 家人们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我要不要给他放条活路啊 我就算了 算了的扣一 觉得不行 要把东西都要回来的扣二 我太让你们失望了 真的吗 不是 你们真的没见他 今天真的太可怜了 你知道吧 我是不想理他了 我就远离他 行不行 这么多人不同意 不要心软啊 都要说回来啊 哦 我哥 我哥被亲不亲 晓风你怎么看 我觉得 不能 要断就断 干净吧 不能就是把货收回来好了 在今天下午 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对 他完全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就在大宁广众之下 就是公开质疑你 嗯 你不能太善良啊 你太善良容易被人欺负的 好好收回来 家人们 你不要再想 他身无分文 关你什么事 你再可怜他 哎呀 别这样说了 我是真的觉得 就是 就是一个陌生人 是不是 我看他这样 我心里也是觉得 他有点 哎 我怎么搞成这么落魄 关键他不是陌生人啊 他伤害了你啊 他呢 如果他是爱你的 他为什么会伤害你 我以前觉得 我以前觉得大宝挺不错的 真的 但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让我觉得 不可思议 就特别不可思议 这是大宝做出来的事情吗 对啊 我觉得家人说的很对 之前 大宝对堂堂好 是在装的 并不是真的 他是图什么 对不对堂堂 你想一想 大宝在图什么呢 是这批货吗 他这次来 是不是还是为了这批货来的 还是 我不知道啊 还是为了真的爱你 家人们 他今天下午 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你没发现吗 我们都没说话 我也不知道他来要干嘛 他就说了什么 他要来找我 然后把什么 他怎么说的 他说了什么 他那儿有一批货 没有 他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大宝好像也没有说啥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他我不知道是因为 他说他是来抓捷 不是 他说他是来那啥 他喜欢你 你忘了吗 就那会儿 你就你就 你就一款款着我那会儿 他说他喜欢你 他说你帮大款了 就这 谁不能说 谁啊 谁啊 你去看 我看是外卖 外卖应该是 哎呀 是他 是大宝啊 大宝来了 怎么办 好 没事别怕 我在 我在 还有大家在 你管他呢 大宝 直接开门 开门 你看他干啥 开门吗 你看他干啥吗 对让他进来干嘛呀 我在那 别说话 别说话 打正能量 家人们 打正能量 家人们 啊 我天了 你别敲了 这么晚 你看他 我知道你在 给我开门 大宝你走吧 别来了 你怕 你怕了干啥 怕了干啥 你干啥 找别人 你干啥 我找躺他 你找他干啥 我有话跟他说 你走吧大宝 你走吧 我告诉你 你先让我进来吧 好吧 干啥 干啥 你干啥 他啥 你怎么进来 我跟你说啥 我再告诉你 你有啥话 行 今天咱们把这话 说清楚 你跟他啥说 他正在直播 你跟他说啥 他 走吧 走吧 他正在直播 不是 我有话 让他说 让他说 来来来 让他说 说 没事 我在这 我在这 不是 我坐 说话 别说话 家人们打蒸能量 怎么了 这样不会说 是不是 让你坐 来来来 给你个机会 坐 坐 坐 你又等着坐 坐 来 坐 我站着就行 你坐 家人们扣正能量 我都没法说 你下午那事 哥 我这下午 我是误会 我就 对不起 这会喊哥了 我刚刚看了直播了 才知道 你是顺着电线杆爬过来的吧 还看了直播了 有啥话 今天说清楚 好不好 好吧 说 给你个机会 你别站着了 怪可怜人的 可怜八叉的 来坐吧 看看我可以坐一下吗 我坐下跟你说 你 你阳城没事了 说 你相信我 我真的 我就是 我真的 没有骗你 真的 你相信我 你牙疼好点了吗 你 牙是好的 就我 我听说 你最近 拔牙了 就牙齿不大熟 你从哪听说 拔牙了 哥 别 哥 别说 手放这 谢谢 哥 别说 我很爱你了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在骗你 就不管你 走到哪 我都会跟到哪 我真的跟 小慧 什么都没有 你听的那个 真的 不是我说的 我也知道 你不信 你怎么 怎么还贴 贴上啊 发烧了 是不是 我又把你 气早了 你觉得呢 你觉得 你觉得你这样子 闹来闹去 我累不累 我不就要回来休息两天 你又跑过来 是干嘛呢 我 我不是在乎你吗 我真不想听见你说这种话 有点 有点 反胃 知道吗 你知道 你 你发烧感冒了 多喝点水 好不好 然后 然后我今天就看到你 就 搂着别人 我就 看 就有点 有点 上头 所以说 不该说的话 我就 太激动了 所以 我过来是想跟你道歉 还有呢 你来这儿还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 跟你道歉 我知道你现在说什么 你都不再相信我了 也没有人肯相信我 我现在 你看 那个店也做不了 物品我也做不了了 嗯 还有呢 就不管 我所有的都没有了 但是我希望我 我只要有你 我就可以 我不需要有其他 你最后一句话 还是重点吧 你的重点是 你的店做不了了 你说的没错 你有我就可以了 你当然有我就可以了 家人们你们懂吗 我 我 理解的 扣个正能量 没毛病啊 对啊 有我不啥都有了吗 没错呀 不是 你想这样 我知道 我现在不管说什么 你不愿意相信我 我一开始 我也是 想自己多赚点米 然后 想问这个事情 我也是 没办法 这样子吗 没办法 你看现在 你都不相信我了 所以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大宝 已经到现在了 我也没有办法 我 我见到你 我都害怕 我都不想看见你 真的 这个事情 我就是 被逼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但我心里 我是爱你 爱我的人挺多的 我不管爱你的人有多少 反正我是不会放弃你 你就放了我吧 我也放了你 我知道你现在就想 把我给 放掉了 但我心里面 还是放不下你 那是你的事情 家人们抠正能量 你是不是 你现在就是 生意做不了 店开不了了 是吧 十一没开业吗 十一 哦 对 没办法开业了 是吧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 这个已经 弄成这样了 肯定就做不了 嗯 所以我现在就 福灵堂这个 我就好好做 赚点名 我会 给你的 赚了我就给你了 啊 听懂了 你听懂啥 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家人们听懂了吗 我找你 不是因为这个 那你为了什么 我想让你原谅我 你这样啊 我明天 我晚上 哥 你晚上帮我给大宝安排一下那个 入处吧 出我是吧 跟我一起 既然来了 既然来了都是客 家人们 唐童说的 唐童说的没错吧 既然来了都是客 今天有个阿姨跟唐童说 大宝挺可怜的 回去该找小慧找小慧啊 该找谁找谁去 家人们 你们说对不对 既然来了就是客 啊 确实 最基础的 我们会做 但是我已经明白 他的来意了 我已经听懂了 这个不是我的来意 我的来意就是 想挽回我们这段感情 挽回不了 跟小慧真的没什么 他小西瓜也不是我的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那个定个单家就行啊 定个单家 单家 我跟你讲啊 花生品呢 你是不要用 不要做了 你也做不了 你也知道 云姐那儿 你也没法做 家人们 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刚才 你来之前 还在直播间 在说这件事情呢 云姐 云姐那边 我 代理我都拿了 你现在不合适 再做了 而且你能拿到的 这些实惠 是因为有我 但是你现在 不太适合 再这么去做了 你自己另请高明 找一个其他的东西 去做吧 好吧 需要找工作 给哥说 哥有门路 不适合做生意 我告诉你 就这点格局 哎呀 看看 云姐这个 我确实得做下去 因为我现在 外面也牵着 你这边也牵着 所以我 我这个确实得做下去 你再说的话 我要 请你出去了 嗯 你相信我 事情真不是理想的 这样子 大宝你先回去吧 让我哥给你找的地方休息 哥你给他安排一下 行啊 走走走走 刚才房间都已经定过了 你饿不 哥带你吃饭去 啊 你让 你让那个什么 你让那个司机在底下 接着他 给他安排一下 你走吧 真的 家人们可以吗 我们直播聊一会儿 我让 我让那个 司机他们去安排一下 大宝 我觉得 我不想再说了 家人们 我 好吧 好 家人们打正能量 去了去了 躺躺 是躺躺 事情真不是理想这样 一会儿坐着地方关门的 不是躺躺 一会儿坐着地方关门的 我行李还没拿 哥我行李还没拿 给你拿 给你拿 我自己 我行李躺躺 躺躺 行李 你咋又跑回来了 相信我 快去快去 别拉扯 别拉扯 过了今天晚上 我都送你了 走 我明天还来找你 好了 安排好了 坐下 等着你呢 你们说他来找我干嘛呢 诶 唐 就是啊 你 你 哎呀 我要是你啊 我就不拖泥带水 知道吗 我就咔嚓就行了 扯那么长时间 我都不知道 你能心软成这个样 你你让大家说说 你让大家说说 你心软成啥 是哪个程度了 你想想想想 啊 我坐到旁边 我都看不下去了 真的 我也不想开刀你 自己的事 自己跌两人来吧 哎呀 别说我了 我不是 我不是狠不下心 本来 你就俩字 善良 我也不想说了 啊 我也生气 我算是坐旁边听明白了 你看他 他过来说了那么多 最后还是说到那个重点 对不对 还是叫那皮肤 对不对 你要心里面要有个明镜一样 他到底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为了爱你 过来找你 还是真的过来 要那皮肤 我知道啊 我听懂了 我肯定不会给他了 所以我才让他走 我肯定不会给他了 他就收回来呀 哪怕把这些东西 不是收回来 刚才他说的 我也没听明白 咱会用我 不是做这个 你这是干啥的 你知道吧 他说出啥东西啊 我给你说 扔了都不给他 对 算了 哎呀 我都不知道 哪头青哪头重啊 在这 我扔了都不给他 他要的啥呀 要的那皮货呀 啥东西啊 哎呀 不是 他是那什么 他是那个 他是之前福利糖 我给他放了代理 然后又因为我跟他老板的关系 然后什么东西都给他比较便宜 我因为这个事情 我不是就跟你说 跑了两次云南 都是因为这个事 就给他拿的便宜 然后当时 你看你的好仙 帮来了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给他出了点资金 然后给他囤了一点货 就是拿的很便宜 他说他好好做福利糖 然后赚了米还我 就是还我化妆品 他欠我的这些钱 就翻来覆去家人们 他不是还是在用我的资源吗 对不对 我听懂了家人们 我听明白了 我是感觉 他说来说去 是不是就为了这个东西 回头 转头 还是错 你我不曾感受过 想装在借口 想装在借口 你妈没有告诉你 装的人要说对不起